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被称为中国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要使我们变得相互去串走 但是结果一定是不平等的 因为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 机遇不一样 他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 30年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 每个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好处真的是在要对这些平衡 他首次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他认为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市场的逻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每个国家 每个民众 每个个人 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就是本期节目的嘉宾张维莹教授 本期节目张维莹与我们一同分享 如何解读经济政策 接下来我们也想跟您探讨 经济学家是怎么思考的 我们也来现场做一个互动 看看大家你们对一些经济现象 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比如说最低工资法是否对穷人是有利的 好 我们请这位 硬是有害的 因为他让那些工作能力最低的人 他找不到工作 因为一个人他跟企业家合作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给企业创造财富的 比如最低工资涉到一千块钱 如果他一个人给企业创造的财富 不到一千块钱的话 那他就找不到工作 比如说这一个人 他一开始没有任何工作技能 那他可能只能给企业挣五百块钱 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法的话 企业给他两百块钱 他跟企业是双赢的 比如说最低工资涉到一千块钱 那这样的人就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那他就无法生存 好 谢谢你的答案 谢谢 还有我们请后面这位 把话筒递给他 我认为是有利的 我认为市场得有一个限度 不能无限市场下去 如果无限市场下去的话 会发生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贫富差距 那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拉大 我们讨论市场是一个起点 但是结果是什么 大部分人最终要被扬起来的 所以我们认同这个福利国家的机制 谢谢 我们还有其他的观点吗 我们请这位 您说 目前希腊在危机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这个国家 太好的福利 把这个国家的人民给惯坏了 你有多大的这种能力 你挣多少钱 这是也是一种公平 自由的一种市场竞争机制 谢谢 谢谢 其实每个答案都代表了 每个人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们来请张教授来点评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最低工资法 或者类似的好多 我们经常用至关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和我们在深入的思考的话 答案就可能不太一样的 但我先针对第二位 第二位不能无限的市场 我们这个市场就重复差距 我已经觉得这是个误解 真正重复差距的 你看历史上看 有了市场之后 它实际的这个差距在缩小 市场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服务的人越多 你才越赚钱 如果你只服务于少数人 你不可能赚大钱 苹果公司为什么赚大钱 因为它服务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普通人都能服务 所以这就是竞争的结果 那另外还有一句就是说 对这个工人的保护 我想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还是市场竞争 就是说你要让工人处于有利地位 最好是让什么 资本家直接互相掐价 很简单 就是你要买东西的人得到好处 就是卖东西的人多 他就得到好处 要卖东西的人得到好处 买的人得多得到好处 所以说一定要鼓励企业的发展 鼓励企业竞争 那么这个才能真正改善 普通工人的利益 那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大家看到 中国的哪一个劳动的市场干预最少 保姆市场 这时候也没有规定什么保姆最低工资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看过去十年里边 保姆的工资涨得最高 大级北京的话 年增加在百分之二十 就不扣物价的话 2002年 一个北京的保姆平均工资 四百八十块钱 2011年 又达到多少了 两千四百块钱 刚好五倍 年百分之二十 所以你要应该相信这个市场啊 所以真正照顾好这个劳动者的 这是市场 而不是政府 他说最低工资 刚才他讲这个 就我们直观讲 你看这个人呢 给他最低工资 这样的话 资本家利用少拿一点 但经济不那么简单啊 如果你最低工资 你比四千二均衡的这个工资 要低的话 那又没有意义 如果你比那个高的话 强制一些老板付钱 有一些人会说 我本来还可以做个小生意 但是你这最低工资 我就没法做了 那我就不顾人了 就是使得失业的人快增加 那为什么希腊 西班牙 百分之四五十的年轻人都在失业 法国也是这样 就是你当你雇了一个人 你就没有办法解雇他的话 谁都不再敢雇人 所以失业率反倒多了 我们有好多的政策 愿望是善良的 但是后果是不好的 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去的一些基本道理 立法者政府也要认识到 但有时候就是他不一定是认识不到 我们知道固有人的事 容易得到掌声 特别在那些像希腊 西班牙所谓的民主国家 他就得到支持 他就拉选票 至于这事对这个老百姓有没有好处 其实不在他真正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也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 也就是说 好多政治家许诺对你好的政策 你仔细分析 这只有对他是最好的 对你没什么好处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类似于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政策 它的目的或者出发点 或者它看上去的这个表面的效果是好的 但实际上却不一定好 对 实际上是没什么效果 要就要坏效果 所以这是经济学家的一个思考方式 我们刚才通过一个互动 我们跟大家体验了一下 对于不同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 我们再来做另外一道题好不好 那就是当前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要征收房产税的问题 那么您认为房产税是否应该征收 征收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来 我们可以来举手谈一谈 我们请后面这个观众 不该说 因为现在中国的税特别大 两会的时候 杨文庆就说过 这个中国税是全球 应该是比较高税收了 而且中国好多人群 它都没有房子的 这个特别多 我认为还是不说为好 因为现在住房的人 大部分都是有钱人比较多 它是投资性的 但是老百姓的住房 保障性还是不是很高的 谢谢 好 刚前面有一位朋友举手 把话筒递给他 从刚才说的市场经济角度 就是说不应该设置这种条条框框 去限制这种 就是说自由的这种贸易 那么应该说的话 就是要增加 比如说增加土地的供应量 就是建造更多的房子 然后让房价下来 就通过这样的房子 而不是用这种短期 这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这是有点强盗式的那种逻辑 在这里面 我是这样认为 我来继续追问一下 有的人认为说 出台房产税房价就会降 所以会呼吁来房产税出来 把房价打压下来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短期会降 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说 不会有十字性的那种改变 因为它没有增加供应量 大多数人没有房租 虽然说你简单地 把短期的房价压下来 但是没有意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 好 我们请最后一位朋友 这边这位 税收是为国家服务 我觉得这是不对 税收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 特别是在中国 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 可是往往我们国家很多地方 比如说公路 石油等等 虽然征税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税收 都没有用在我们自己老百姓 或者是比例很少的 用在我们身上 然后我觉得很多 比如说我们汽车的节能减排 3.0以上要征税达到多少 但是我们经常往往在公路上面看到 往往开大排量都是政府 即使我觉得征税的话 对于公务员的 他们的住房可能还是有补助 但是只是征我们老百姓的税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合理 好 我们先请张教授来点评一下 对这个问题 对他们的答案您的看法 我想他们个人简直 其实都从一个角度看有一个道理 其实你要讨论房地贷税 首先一个就是说 税本身的含义 我们为什么要征税 假如我们必须征税的话 什么样的税能够使得 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最小 对收入分配的伤害最小 所以说这两个层的问题都得考虑 假如我们要征房产税 那我们绝对不应该是仅仅就说 我是要调节这个房价 那我特别反对我们老用一些 这些政策去短期挑剂经济 现在征了税了 然后过来就房价往下 假如就是完全可能的 房价花花往下掉怎么办了 那就给补贴 其实我们知道前一段世界 经营委屈就是给补贴嘛 所以我就是 我是反对这个的 政府提供公共文凭肯定有收入来源 你要一定的 情绪下的收入分配的平衡 也得有一个再分配的手段 那如果是政府要征这个房价税的话 那你说就是你要取消哪些税的问题 我们估计现在老子提出来 这个可征税 那个可征税 那么最后一大堆税 那么一定你要相应的 就是你的总体平衡的考虑 如果我们认为 经房价税比征其他税 是更好的手段的话 那就有个相应的取消 其他税 然后看看我们房地产的问题 究竟出在哪 现在有好多糊涂的观念 后面我们就说 房价为什么高啊 因为土地价格太贵 这本来就是错的 你应该倒过来讲 为什么土地价高了 因为房价太贵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其实道理就是这样 你到我们那老家那地方 那土地卖不出去 谁要没人要 那房价太低 就是这个房地产 他在买这个土地的时候 他是预期房价还涨到多少 然后他根据这个 我应该这块地 吃多少钱是值得的 如果这个房价往下掉 地价肯定就会往下掉 刚才有一个简单 就是说你土地总体的资源 你的土地拿出多少 是可以建房子的 中国城市化 这么快的速度的情况下 你土地供应不足 房价肯定就会涨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了 北京这地方 所有人都往北京用 为什么都往北京用 因为北京的权力太大 北京的福利太好 这怎么受得了 你看原来古代 我们大臣的退休了 就告老黄乡 再建一个小栽子 都怀全 你看现在 凡是省部去干部 退休了都往北京住 部队的军级以上干部 退了都往北京住 外地人那个什么 办一个公司 都有北京是一个办事处 这怎么了的 我说这次靠这个地产税 也可能没有办法 去解决的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说 你政府没有 这么大的权力了 北京就不会那么热闹了 有几些事情 不是不可以做 你看这个几大金融 那个监管郡头 人民银行 银街坏 正街坏 保街坏 你总部全签到上海去 然后部就干部 退了以后 都回到其他地方去 慢慢这些都可以解决了 现在社会 一定是个利益多元化的 普通老百姓 我们就是按我们的 直接受到的伤害 判断问题 没错的 房产税的问题 你一定要放在 更大的跨家投入去 我是坚决反对说 老是一事一意 在面对改革的时候 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利益出发的 是由理念决定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他在看待一项政策 出台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会考虑到 这项政策 跟自身的利益 有什么关系 这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说到房价 那么可能没买房子的人 希望房价降 但是如果已经有房子的人 或者手里有两三套房子 拿来做投资人 他就希望房价涨 所以每一个政策的出台 他都面临着不同利益的博弈 你说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我们过去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这个社会 有一个一致利益 社会没有一致利益的 每个人都有 每一个的想法 每个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好多政策 是在要这之间 这些平衡 而且我们必须的明确 就是现在社会 它就是有不同利益穷体 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同一下政策 对不同的人影响不一样 我们要把它公开地拿出来 拿到桌面上去讨论它 各种争论都有 然后我们再次能够 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现在脑子脑 觉得什么种的 都要一个一致一致 你说房价 哪那么简单的事 你现在房价假如掉 我看那个可能的 真出大事了 闹的人可能就更多了 现代社会 一定是个利益多元化的 普通老百姓 我们就是按我们的 直接受到的伤害判断问题 没错的 这才是人类 也是有希望的地方 如果同理一致 你都不觉得我疼的话 就是明年一致死了 对吧 我们有感觉 我们在乎我们的利益 然后我们就有私家压力 然后我们发出我们的声音 然后政治的局策进行平衡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把好多局策 都变成一个机体选择 这就麻烦大了 因为每个人的偏好都不太一样 一个好的社会 就是在大量的局策 尽可能变成个人的局策 举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要今天晚上去吃饭 那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大家散了之后 你们自己爱怀家吃怀家吃 爱在楼下吃 或者几个朋友去哪吃都行 另一种方法说 我们一块儿买人交50块钱 我们一块儿吃饭去 然后吃啥饭 去哪吃 点什么菜 这矛盾就一大堆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太多的被控制以后 我们矛盾反倒多了 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些矛盾的问题 是吧 没有几个国家身体为这个房价的挠头 事实上它有一个调节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这个好多的地 是政府控制 农民可以种地 但是这个地要变成山野用途 变盖房子 农民都没权 然后国家首先拿过来 争地 然后再卖给开发商 所以一大段的矛盾都出现了 如果我们就死弄死 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我们必须从整体来去看 在座的房地产 2008年经营危机之后 政府恨不得给你送房子 鼓励买二套房什么 然后这个按机贷款 给你这个首富见底什么 各种政治都给你邀惠你 半年不到 又开始不行了 赶快押房子 这怎么行啊 所以我就说房产税的问题 你一定要放在更大的跨家投入去 我是坚决反对说 老师一事一意 就这事 然后它的后顾是什么 跟其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考虑的 说又为了压房价 我说这东西很简单 谁有两套房子枪壁 那马上这个 他就出手了 对不对 说我给你办理时间 如果不出手就枪壁 对吧 那很快就下来 问题是说我 你要他干嘛 我们是为了人类变得更幸福 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更幸福 我们才需要这些政策 但是我们的政策 经历说变成一个数字崇拜 好比说2009年 我目的就是宝宝 不惜一代价都是宝宝 然后得了一身病 你看这现在还病牢牢的 我们没那么聪明 但是我们假装我们很聪明 我们假装我们都看着未来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这次我该刺激了 那次我该打了 你咋知道 其他不举 我就举一个地 他就半年世界这么折腾 我们很无知 我们就老老实实认识到我们无知 我们的麻烦就还少一点 我一会儿给你出这主意 然后一会儿出那主意 这是很糟糕的 所以在你看来 什么样的政策是好的政策 什么样的政策是坏的政策 有定义和标准吗 当然一个政策 你首先必须要稳定 然后透明度必须要高 政策的目的是 给人一个稳定的预期 政策不是专民常业 这是不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一定是要稳定 又要透明度 帮助人们预测未来 好的政策竟然是不变的 是以不变应万变 这才是好的政策 我们不要搞老 那个随机性的调节 包括那个产业政策 你俩知道未来的产业 哪个是有竞争的 你知道哪一个技术是最好的 你不知道 专家也不知道 你们也不要迷信那个专家 对未来的判断 企业家在判断 他也在试错 有后判断错了 这些出发 你一下我们这个彩电 有人判的是平板 有人判就是这个背头 什么液金 那最后说液金的渗了 但我们在十多年前 政府找了一批专家 专家的意见一看说 液金电视是没前途的 只有这14亿充以下的才行 14亿充以下就没前途 然后国家马上就按这个政策 你看完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